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台灣鮮果配的自營組 中重人金鐘哥來接受專訪 金鐘哥你好 你好 金鐘哥你當初是想要的一個起心動力想法 想要做這個鮮果就是新鮮水果的栽培 最主要是 因為父母親年紀大了 要照顧爸爸媽媽 第二個小朋友年紀小 想要多一點時間陪伴 然後因為當時的工作 可能很大機率必須要外派到大陸去 之前的工作是從大陸 我後來回來不想再過去了 所以想說主客觀因素的關係 然後我想說可能也要做個決定了 因為少小離家總需回歸 只是提前 因為責任所在 這比較穩周周 不過這是我的心聲 另外可能自己內心 從年輕到 到那時候一直有跟他 因為以前工作的話 可能都是在製造業 外銷行業這批工作 而且大部分時間是在大陸那邊度過 那時候就是說你所從事的工作 雖然是個部門主管 或者說一個特助類的東西 但是這種行業性質就是說 是變成1到2或到3的一個 那我想從0到1做這種嘗試 也就是從無到有這個經驗的一個磨練 因為沒有接觸過 所以也有這種創業的一個念頭 所以後來乾脆就是做個決定 從就是從台中這邊 然後可能就是回雲林照顧我老爸 順便就是看能從事什麼行業 因為雲林農產是大宗 就業機會比較少 我想說可能就跟農產相關的 因為朋友也有種一些水果 那時候想說要不然就以這個做切入碟 因為自己也是在地的 可能接近產地 可能也比較有利基 家庭父母親從小也是從事農業 我想說 這個對你來講農業對你來講不陌生就對了 這樣也可以就近照顧老爸老媽 第二個也可以順便就是做一些工作 後來就兩邊台中跟雲林兩邊跑來跑去 主要是我小孩跟老婆都已經在台中 我老婆她也有她的一個工作 後來她就負責照顧我兩個小朋友 我就在雲林這邊照顧我的爸媽 因為有老婆的支持 反正台中這邊不用我擔心 那我就專心照顧我老爸老媽 所以就是 就是等於是 就是主客觀這個因素下 我就是變成 就是先成立現果配這方面做切入這樣 成立現果配這個品牌就對了 就先以栽培新鮮的水果為主 因為那時候主要是 主要是電子商務也逐漸的興起 那網售的話 雖然從事的人還不是說很普遍 但是已經大家已經逐漸接受了 對啊 因為之前的工作可能剛好也有做 就是從是一些電子商務的那個 想說就從這個切入這樣 是是是 所以你們是從電商開始了 我直接電商 然後後來再回過頭來 接我老爸老媽的地 然後自己種一些東西 那會種的話 除了說家裡的地 不要不要再用慣性來生產 慣性農法來生產 就是說可能一些有機有商 或自己想要種的 的那個考量 另外就是說 因為你賣東西 你也有自己種的一些東西 自己來體驗當中的美感 也對消費者比較有說服力 他可能就是自己也可以跟土地清淨這樣 那金鐘哥 那你們台灣鮮果配啊 你這個品牌 你就當初你的經營是甚麼 台灣鮮果配 第一個我們當然要 就是說以在地的產品為主 就小的話可能就是我雲林當地 大一點就台灣當地 當然 當然就有些客人可能喜歡進口的水果 那我們不排斥 所以啊但是主要重點還是在地 另外就是水果可能就是 找一些就是 就是 那個比較優質的一個水果 或口感比較不一樣或比較新鮮的 要有一定的特色 另外就是 就是可能這個水果是 是能夠提供安全健康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友善的水果或有機的水果 但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水果 因為有些水果你可能完全用有機的 不一定說種得起來 而且現在大部分冠型農法也比較多 像有些這個如果客戶不排斥 我們也不會特別把牌斥在外 所以就是變成以友善有機為主 但是對於冠型也沒有完全排斥這樣 那你們的那個 鮮果配就是你們水果香 你們是一週一週配嗎 還是說一個月一個月配 定期的話就是週配水果香 我們水果香定義週配 你可以一次買10期 買10期 可以週週出 或者隔週出 或者你要隨時暫停 隨時恢復都可以 所以是有彈性的 是 另外 另外 另外就是說你隨時可以買 我們會根據這個季節 他出產什麼水果 剛好 剛好是當令的水果 我們會推播出去 那你也可以買 就是說這種單一的一個水果 對啊 或水果禮盒 對啊 就是說你們有那個週週宅配 美洲宅配的水果香 我也可以買禮盒 比如說我可能想要買什麼 蘋果禮盒 假設我要送禮 對 你也可以幫他挑蘋果禮 對 所以水果香 他基本上是綜合的 嗯 可能幾種水果綜合在一起 組裝起來 對 對啊 另外 另外那種單一水果 可能就在整箱裡面都是單一的 那個 你只要吃這個季節 剛好出來的東西 對啊 就是你們的水果香 可以有綜合的 也可以我自己選 我就是喜歡吃芭樂 假設我喜歡吃芭樂 我就一整箱都是芭樂 因為有些人他 他可能他只是喜歡這種水果 這種水果剛好 這個季節出來 然後就買這個 到了下一個季節 其他水果他可能不喜歡 那就不會買 但是家庭式的 那個他可能 很多水果他並不排斥 他只要每一週固定 固定有水果 公家人 或者小朋友吃 或者父母親吃 就等於是家庭為單位 他也不排斥 他主要可能要省去 去購買 也會什麼的不便 所以你們水果 大部分都是跟在地小農 就是台灣在地的比較多 除非說客人有特別要求要進口的 你們才會去幫他找 對就是原則上 當然就是說以剛開始找的話 就是以清油為主就在地的 這樣可能包括經營的速度 還有你取貨是會比較快 另外如果像梨山那種水果 你也不可能 不可能 那種我們就直接跟小農 就是直接配合 然後接完單之後下給他 然後他產地直接出 直接幫植生 那這樣也不會影響到 他的新鮮度跟實效 所以你們的水果 水果香都是今天採的 就馬上寄出去就對了 不會過太多 對原則上以先採為主 因為水果的運費很高 那你如果又是低溫冷藏的 那那個成本又更高 對 一般水果採採完之後 你如果馬上配出去的話 他隔天到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那如果是說 是說因為有特別節日 可能物流會塞車 或者隔著假日 那我們根據情況 這個可能就是要用冷藏的 那我們在冷藏去搭配 因為這樣做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常溫去配送的話 可以節省運費 消費者也不用負擔特別重 因為宅配的話 其實運費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是 金鐘哥 那你們臺灣鮮狗配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像 像目前已經在出貨我們就是提供比較優質的 優質還有安全健康的一個產品 對 然後 另外可能現在通盆 就是通盆大時代了 那我們希望就是除了自己種一些東西可以提供以外 另外就是 就提供一些可以比較平價 看通盆的一些產品 是 然後減輕大家的一個負擔 另外 另外那個水果箱的部分 水果箱的部分 因為卡著剛才有講冷鏈跟運費 對 那個很高 那我們 冷鏈的部分的客戶的話 就是 就是用 今天要出貨 就今天財 早上財 然後下午出 對 就先財為主 然後降低對於 冷鏈的一個依賴 然後運費的話 就是以水果箱 它假設 它搭配五種水果的話 可能盡量的話 在客戶選擇的同時 我會跟它提供我自己種的 例如說比較常見的 假設木瓜香蕉 比較常見都有 然後納入這個水果箱的一個範圍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可以適度幫消費者減少一些運費 因為我自己種的東西 我可以壓價錢壓的比較低 對啊 然後 剛才講就是說除了植油的產品 還有降低消費者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希望更進一步 能夠提供自己農場 就自己種農場的一個農場體驗教育 就教育者買完這個水果對這個 很有興趣或者對我們種的東西很有興趣 但是他一直沒有機會到鄉下 或者到農場 那他可以跟我們聯絡或預約 他去 我今天想要體驗一下包巴樂的樂趣 那就是可以到我們農場來 或者是插秧的一個樂趣 那也可以跟我們預約 然後在這個體驗過程當中 他可以跟大地親近 也可以帶小朋友這樣來互動 那這種參與式的 跟你純粹只是生意往來就不太一樣 那我們希望中期能夠做這一個部分 那長期的話剛才我想我們理念就看不到的 比看得見的就是重要 那我希望我 我 就希望將台灣鮮果配的那個國衣載道的一個理念 這個是我賦予他的 就水果 水果裡面或上面應該要承載一個 看不到的一個 一個我們想要推薦的一個東西 國衣載道 所以我希望就借著來農場 體驗或者說我們水果 就是出去的同時 消費者收到水果之後 他也可以接收到一些 我們所要提供的一個 一個理念的一個訊息 對啊 這個訊息可能就是跟一些 一些生命教育 或者說我們人生的一個 就是態度有關 比如說我們傳統文化裡面 儒家他都是 其實都是人跟人之間 一個和諧關係的一個 一個 一個描述跟經營 另外道家就是人跟 人跟自然 然後 佛家的話就是人跟自己內心 那在我們傳統經典裡面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琢磨 只是大家接觸機會比較少 因為這方面自己也是有興趣 那可能就是藉著自己可以同時學習 自己也可以同時分享 所以我們出水果 合得出去的同時 我們希望以後可能也附一張 這個什麼主題什麼卡 然後你有興趣的話 也以後可以到我們農場去做體驗 或者我們成立個群組 慢慢來分享這些 就是慢慢往看不到的地方去 對於 對大家都是有幫助 對這個社會也都是 對就是提供比較正面的 嗯 是是是 這是很好的理念 那金鐘哥 那現在很多年輕人對農 我知道現在青農越來越多 也很多人對農業有興趣 如果說他們想創業的話 那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一樣 就是可能就是 如果要創業要先想清楚 嗯 就甚至才能善終 那可能就是說 如果光創業評一補衝勁 或者是說努力是不夠的 對 有時候你越努力離目標越遠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定位 所以你定位 定位要明確 對 你是要做生產 或者說你要做銷售 嗯 那這個行業是不是真正你 你是要盈利為主 還是說你只是要玩票 嗯 你有沒有經濟負擔 嗯 這些可能都要想清楚 另外你在行業的位置 嗯 你要切入的時間點 嗯 這些要想清楚 然後 你定位清楚之後 當你著手 你可能就是 要穩健行走 嗯 可是穩健行走就是說 先確好你的現金流 就是可獲利的模式在哪裡 不要很多光只是理想 但是沒有收入 到最後還是陣亡 嗯 對啊 能夠存活是 其實是 是最重要 才能夠在求發展 另外如果從事像我們這一類生鮮蔬果類的東西 可能就是在銷售 就是不管生產或銷售的話 你應該應該就是說你要擴大規模還是怎樣 你可能先確定你這東西要交到哪裡 或哪些人要跟你買 是 啊然後才去擴大規模 要不然農產品很大 因為它不能保鮮 嗯 很多損耗 所以你如果東西出來 你才想要去賣 那有時候很多就報廢掉 你也賣不掉 所以人家說菜土菜精 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然後團隊協作 你還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就是你自己編制內的人員 或編制外 或你請供的 那這種東西的話就是說 不管在創意上在速度上都要達到一定的那個 你才會比較有競爭力 另外就是那個口碑 口碑感染就是說其實我們行銷最重要 尤其蔬果類你只要客戶信賴 他就會重複購買 因為他是一個重購率很高的 而且可能成為你一個長期客戶 對 所以口碑應該是你重要的一個 一個隸屬點 還有憑借點 那應該先有口碑 讓客戶信賴之後 讓他主動回購 然後再幫你介紹客戶 那你這樣就會比較平順 是所以金鐘哥說的沒有錯 就是創業就是要找出自己的定位 那當然品質一定要好 然後口碑行銷 當你有口碑之後 自然而然就會有訂單 對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台灣鮮果配的自營組 中崇人金鐘哥來接受我們針訪 謝謝金鐘哥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晚安